我下面没有穿 对有一次因为我直播就是穿的比较随便 然后我一般只有露出来的地方 我可能就是穿的好看一点 我就是他不会播的地方 我就是基本上有时候就是 就是一条那个三角的 或者是就是基本上有时候 就是那个真空子那样子 不怕就是有梦记下面没有穿 就是突然站起来 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个睡裤 我今天就是穿了一身睡衣 就是那个保险一点 我今天 就是我们两播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就是那个相机不小心 就啪的掉 还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我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直播 我当时真的觉得 轻轻很野 我觉得很勇 因为我绝对就是 看不到啊 我就觉得无所谓了 好了好了开玩笑 开玩笑怎么玩 你们有玩就是 你们除了要充发 有没有玩什么别的好玩一点的 嗯你们输了 你们俩输了 你们就把你们的那个法际线露出来 我觉得他们俩法际线还好吧 我看过 就他们俩都网上 他们俩有发展 他的比较好 我的有点高 我总是那什么 我都看见 哈哈哈哈 那你说吧 你说吧 演戏吧 那就演戏吧 好行可以可以 嗯没问题 那我们 那你们要不然跟我们跳个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花手怎么样可以吗 这是可以播的吗 我想问一下 OKOK可以 好可以可以行 嗯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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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那我们就玩这个 嗯 好嘞 好 那我就 闭一下 好的 摇花手 我那是刚才那个解释 专一 大家们他这个不是曝光 他穿个蓝色 他只要一穿蓝色 我的脸就会过曝 要不要过来一下试试 不要 我喜欢这样 我就喜欢这样子 白不拉擦的这样的感觉 我的睡衣啊 我不知道什么 这是粉丝送的 然后就是 穿的很舒服 他是冬天的时候送 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太薄了 没穿 然后我就是刚刚把它翻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挺舒服的 我今天就穿了一天 你在干嘛 喝汤宝贝 但是他这个光打得太强 我有点 睁不开眼睛啊 不是散光 就我眼睛很容易虚焦 就是不容易聚焦 我总是很喜欢看一个东西看不呆 就是他眼里 可是如果不打这个光 我看不太清 我还增长了一点 又没叫 让叫老公 是不是要让对面那个 回回回回远 远哥哥不回叫老公 但是我煮了个牛肉羹 我煮了个牛肉羹 然后我醋放的比较多 我就是 我之前有一次 我去外面吃 然后就吃到牛肉羹 我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我就照着做了一个 结果还挺还原的 就是跟外面的味道差不多 一个叫西湖牛肉羹 好 就是蛮好喝的 因为我就是今天我睡了个午觉 然后我起来 就是很饿 然后因为我就是吃了一顿 然后晚上就是 有点饿 然后我就又煮了一个这个 西湖醋鱼我还真的没有吃过 我感觉我今天煮的还蛮成功的 小羊已经喝完了 怎么样好喝吗 好喝 鲜 鲜纯 嗯 布拉皮斯大饭店我看过 吃的晚嘛 吃的晚就 就 就煮了一小锅 然后我就咬出来了一碗 他也喝了一碗 就蛮好喝的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每天给对方煮煮饭 我就觉得挺幸福的 其实就是比较烟火气吧 就是很 比较简单的日常 然后我就觉得 所以就是 嗯 就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好拍的 就基本上每天挺平淡的 除了就是要出门去拍照或者出去玩 在家里基本上就是呆着 然后就在一起开开玩笑 每天就是 就是 那种看那种很无脑的搞笑视频 然后就煮煮饭 就是 就没什么值得拍的 然后特别是最近又出了门 我都不知道要拍啥的家人们 创作瓶颈漆了已经 出镜了 因为我们这个凳子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把这个弄上去 然后把这个弄上去 不是这个先弄上去 这个 他没有挡你 嗯 因为我刚掰上去了 嗯 好 谢谢大家的 谢谢这个胖然心动 谢谢胖然心动 我今天看的是不是很没有气色 挺好的 挺好的 刚起床可能比较细啊 家人们 我们加成了家人们 我们加成了 我们加成一下 还有20秒家人们 只有些白 我吃完嘴就不白了 谢谢必死的爱心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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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真的好好喝 谢谢蓝天的宝石杰 伸给我啊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早到宝石杰 喝了西湖牛肉羹 我今天煮的西湖牛肉羹 今天就真的是有点蕴像了 就是前几天我最近发视频 大家都说我有一点蕴像 今天我感觉我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了 家人们是有点这个蕴像的感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是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像游新生吧 家人们 最近就是心情非常的平静 就是听听音乐每天 然后就是在家里躺一躺 今天特别像 今天像是坐月子 今天就是月子版 今天是 月服装 家人们太夸张了 这个 我们还有15秒 我们还有15秒 家人们 谢谢小爱你的 抖音1号 还有10秒钟 小心一下对方偷他 对方上来 对方上来 今天上来 我们现在是 啊 险胜啊 我们险胜 春春险胜 对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安妮 麻团的兔兔打地上了 没关系 谢谢小安妮 谢谢碧子 谢谢Coco 谢谢蓝天 谢谢早早 谢谢做自己 谢谢麻团 谢谢伊恩 谢谢加菲兔 谢谢小时期 谢谢大家 开三麦 开三麦 四眼 谢谢我的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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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七七很狐理心 谢谢洪姐 WYB 谢谢南国兵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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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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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哪里 跳了跳了跳了跳 很少年 小花手啊 哦我们我们输了 哦 我们显胜 我们正版是显胜 嗯 那放什么音乐 小花手放什么音乐 放一个啊 都是这个 荷塘月色DJ版吧 我放一个 我们可以找 我们可以找 你要他们来 好好 嗯 是这个吗 可以可以这个可以 他们好久起啊 对 有吗 是有一些有一些舞蹈基础的有一些舞蹈基础的 是有一些那本领在身上的 嗯 关琴关琴吵死了 阮哥他是一个天生的舞者 是的 能看出来就是有一些天赋 嗯 就是跟跟就是跟某些人就是就是练出练就出来的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笑 就是你 很好 很好嘛 我怎么我平时在家里教你跳这个吗 在家里一起歌舞青春 他是自学成才 这跟我没关系 这就是还是跟天赋有关 可能就是天生的就是比较 律动会律动就是韵律比较 对 对对对 天生有一种对 土味的那种DNA 土味DNA正在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可以 好 那我们走了辛苦了 好的好的行 辛苦你们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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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今天我好像是有点憔悴在那边不知道为什么 挺好的呀 他们说的没错 你每次就是惩罚对面都想跟着跳跟着舞动 对面做的你一定要就是做一下 哈哈哈哈 今天涂了唇膏了 上之前我老婆说我唇色惨白 涂一点 我之前我今天有去蹦我 我记得我很 我刚回国的时候吧 然后我就被我朋友拉去那去蹦 然后是有人 当时还是金色头发 是就是比较容易被认成直男我金色头发的时候 就我金色头发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气质就不一样 所以我这个发色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我这个画了个发色就感觉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都说我染金色头发就看见很高冷 就是蛮凶的那种 就很直男就一点都不像那个 一点都不像这个 一点都不像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染头发颜色染回来之后就变得很幼 就长得很幼 嗯 可能就是那个发色还蛮重要的 咱说我是从来没去蹦过地 咱说 那我也是偶尔几次呀 他天天就是他最近他自从知道我之前有去蹦过之后 他最近就天天晚上他就说 哎老婆呀是不是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就是憋得慌 我说什么憋得慌 他就说是不是每天晚上就是想去盛装出席 就是那个脑海中就那个DJ的那个旋律就响起了 你就想跟着一起去扭 你就想去那个舞厅去一展身手是不是 他每天晚上都这样问我 我就说我没有啊 我本来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 然后他每天晚上就说 哎特别是只要录我们出门玩啊 小话凑凑连我们 我连上了PK的手给你们说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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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你们这个情侣装吗 你们这个 哎 哎你怎么眼就看出来了 嗯字母一样 对我看那个字母一样 对我看那个字母一样 颜色挺配的 对颜色很好看 嗯 我睡觉了 我今天穿的睡衣 没有问题 哎你看咱们今天穿的是由深到浅 黑 深黑 深蓝浅蓝 然后回 由深到浅 是 还挺大的 嗯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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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冷场王小杨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 哈哈哈 给小杨一点面子 我知道他就是很很就是 他是个冷笑话大王 嗯 就是配合一下 哈哈哈 他看出来小杨已经很努力了 嗯 他很努力在就是搞热这个气氛 就是 嗯 给他一点鼓励好吗 一下就造型了 好热啊 小杨的这句话真的 我说太热了 哈哈哈 太热了 太会暖场了 小杨 小杨你不当气氛组织的屈材了 给我也整个了 给我也整个了 嗯 哈哈哈 问问题吧 好我们问问题 可以可以 嗯 可以可以 嗯 行那要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可以可以行 那我们还那行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be mellow 嗯 可以可以可以 等那么多玩 一会儿见 谢谢菜菜 谢谢菜菜 谢谢固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小杨太搞笑了 小杨太搞笑了 你进来吧 我真挺好的 我我真的挺好的 老公你进来 你不要这样真的 真的很可以了 很努力了 我知道你很努力了 嗯 你进来吧进来吧 我不我不说话了 你说真的 我可喜欢听你说话 嗯 你我知道你很很努力了 小杨委屈了 哈哈 我们毕竟就是小杨嘛 我们小杨也是就是 就是才接触这个不久嘛 是不是 我们就给他一点心心 我不说话了 我们他冷场的时候 我们就是公平 不要打很尴尬之类的 我们就给他一点鼓励 好吗 我们给他一点鼓励 给我的就是这个 给我的给我的这个 给我的孩子一点鼓励 好吗 身为一个他的家长 我不说话了 我不说话了这样 我专心放我的歌 我摇摆 做一个复古的舞者 嗯 因为有时候家里面一放音乐 他就会经常跟着舞动 而且舞动 我就是自然的舞动 舞动的声枝很像 就是夜店里面 我哪里啊 我都是这样 我一扭 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 已经那个意识不住了 那些 我没有 去那个 那个 夜店里面 我们家人点点小新鲜 我们助力点一点 还差六个人 还差六个人 我们点点助力 点点小新鲜 点点人机票 哎呀答标了 谢谢大家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嘉诚的时候上 嘉诚了已经 我们嘉诚了 嘉诚满 我们嘉诚一下 嘉诚满 小心孩子 我的孩子很好 谢谢大家的关系 我在想 他是不是 就是在意识 就是按捺不住了 谢谢Coco的为你摘心 无动的灵魂 没有 我是很按捺的住 我根本就不喜欢去什么地方 谢谢蓝天的熊猫 谢谢牧哥人气票 对 我们把大家把人气票搂一下 把免费的人气票搂一下 就是点上方那个黄色的小猩猩 然后粉丝团里面有个为他助力 然后我们大家每天应该可以领60张免费的人气票 然后如果分享起步的话 能再领60张 他观看市场也会有免费的人气票 我们大家把人气票给搂一下 搂一下 反正不要钱嘛 对不对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我们嘉诚了 我们还有10秒钟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谢谢牧哥人乱买列车 谢谢 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分享 越说越想做叶子 特别是在喝这个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韵味很浓 今天 真的尴尬吗 不敢搭 真的我开玩笑 你听孩子的声音 你听到孩子 听到太动了 摸到了 他在踢我 听到孩子的心跳了 他在踢我 听到孩子的心跳了 我们还有26秒 我们还有26秒 好瘦 我还好吧 我觉得我还好吧 怎么让我封号是不是 那摸哪里 我们还有10秒钟 家人们 我们还有10秒钟 对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谢谢点滴滴的为你摘星 谢谢初遇的人气票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 我们的牧哥 谢谢蓝天 谢谢口友 谢谢点滴滴 谢谢烟 谢谢大家 明月之一切 红山蟹 有些树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一下 我赚钱 爱然 还万万 谢谢大家的礼物 谢谢大家 谢谢抱手的保持节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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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是说 问问题 对 问问题 好 那行 那我感觉我每次问 都剩下几个 第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没问过他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上一次就是自习是什么时候 自习 自习 是自习还是学习啊 就是自习就是那个自习 嗯 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自习呗 对你们两个人的自习是什么时候 我看我算一下时间啊 对 他得算一下 就是因为是在四个小时前 六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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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那嗯 挺好的那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问宝贝 有没有 反攻过 没有 没有没有 哇这个没有吗 好 很会问 让大家失望了对不起 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 对不起 没有 没有没有我会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哈哈哈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你们自习的时候不是都会带一瓶饮料吗 那就是那个饮料就是最后下自习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选择喝掉呢还是就是把它擦干净的就是还是是喝掉呢还是就是倒进去呢 哎一般都是倒掉的一般都是倒掉的是吧就是不会去喝饮料对吧哦 啊对都倒掉了对 倒掉了可以 那就是挺好的 我也骗了 挺好的哈哈哈 我们一般就是快干净的就是喝掉嗯嗯嗯嗯 嗯嗯 挺好的挺好的 行那我们就问到这里再问我感觉 那我们就问到这里再问我感觉 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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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满意我很满意 哈哈哈哈 哎呀再问下去我感觉有点就是不饱了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家人 我很满意家人们我很满意 很满意 咳咳 最近我发现他这个真的他最近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吃饭了 就是得用一些别的词语来代替 吃饭就是不行了已经 是吗 有人问我们的饮料 我呢是比较喜欢喝饮料的一个人 他呢是比较喜欢倒饮料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俩的爱好是不同的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饮料喝下去的感觉 嗯 我们知道就行了好了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小人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为什么有点不可思议 我感觉对面应该是就我自己的心为主了吧 也是我的问题 可能觉得对面就是都满满的 嗯就是我感觉我心为主了感觉他们可能是会反攻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你你告诉我 不是他们两个你是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今天 咱之前跟他连麦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就是他以前连以前都是 嗯是吧我的意思 漱口就是跟喝下去是一个意思家人们 只是我今天换了一种说法家人们 因为我怕我老说一个词我这个词就是被记录了 就是被记录下来了就是我也不能说的 所以我今天就换了一个词家人们 你们大家都懂这个意思就好了 我没有我没有那个反过我没有反过家人们 我没有反过我都是我都是躺平的家人们 我我没有反过比较懒 好 怎么了解天性男 好家人们真的不要说这个我有点惶恐我现在有点惶恐家人 天性男 是 大情种 深情男人 优秀星座 那射手男呢 射手男 你放个嗨一点的好不好 最有个人 我给你放嗨的宝贝 射手男就是非常有具有诱惑性 非常就是 嗯 美妙的一个星座 我想放我的嗨的 嗯 我想放我的嗨的 你放的嗨的不用那几首吧 我这次换一首 哎我真的换一首 我换一首 我换一首 我换一首嗨的不放那个 嗯 对射手男比较擅长盛装出席 谁说了我擅长盛装出席的 是谁说了我擅长盛装出席的 我是我说的 啊 我以为是谁 谁在带节奏 有人说射手冒号盛装出席 不可以在那我没有盛装出席过 我这次换一首换一首 这个你没听过 这咋没听过 你没听过啊 我没在主播间放过 这个也不嗨呀宝贝 他等一下就嗨了 嗨吧 嗨吧 你看这嗨了吧 就是开始那个旋律就有 这首歌叫Soft Lips 柔软的唇 武藏他还在住院 因为他不是前几天吐嘛 然后就是有点拉肚子 他一直没有好他那个肠胃 然后就是他又一直在医院里现在 然后就等他好像说后天你可以接出来 明天还是后天 明后天吧 明后天就可以接出来了 嗯 科姆三不急 科姆三 得给我一周的时间等我彻底白回来 他说他要等到他白了再去练 白了我就开始做好防晒 你看我你要干嘛 再也不会被扇黑 不准切歌 这歌在抖音里刷十个里面必有一个是这个歌 怎么可能 我都没有在抖音上面刷了我这首歌 我都没有在抖音上面刷了我这首歌 我们双赞加成了 家伙们我们点点赞 我们点点赞 我们现在双赞加成 点一个赞点一个点两个赞 科姆三就是陆氏 陆氏 什么叫锁骨可以养鱼了 什么叫锁骨可以养鱼了 我哪有区别枕给他憋上 对不起 家人呢 我在喝我煮的西湖牛肉羹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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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晚上煮了个汤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大家没有点灯牌的点点灯牌 点点关注家人们 我们搂一下人机票 我们搂一下人机票 我直播做饭啊 我直播做饭 我做饭的时候很狼狈了家人们 所以我一般都不直播做饭 对他做饭一般那个 虽然做挺好吃的 但是做完之后 我做完就需要他收拾 像战场一样 对 我们连下 嗯 连下床七吧 可要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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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哈喽 哈喽 就是每天都要来一次就是这种 恋人吓头的就是打招呼的方式 黑魔仙呢 我就说我新新恋的黑魔仙 我帮我买头发了 赶紧现在给我买头发快点 你给他戴那个特效先给他看一下 那个特效不好看 给他戴一下 然后你下次换上那个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你给我买头发 他会除了有黑魔仙的妆吧 就抖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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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你看一下一个 就是他的 一个小小特效 哇 这个睫毛可以的 他是有一些东西在身上的 这个睫毛像个大普善 别闹了别闹了 那好如果如果 如果这把你们输的话 你下一把PK 用你就是带着这个特效去连别人 可以吗 家人们帮我搬回来 你带着这个特效 这样假的去连别人 那我们谁输了 谁这样做可以吧 好可以可以 行可以 OKOK 行那我们开始吧 好我们开始吧 我先带了 他这个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有两把刷子的眼睛 我先带着这些人们 当年 当年宋悟空关铁山公主 戒八条线戒 就是这个睫毛 就是这个睫毛 扑灭了火焰山的圣火 家人们 怎么聊天蝎男啊 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前 天蝎男就是你要 就是你要玉淫环具 就是你可能就是你很喜欢他 但是你不能就是直接给他 就是给他让他知道你很喜欢他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表现的羞涩一点 然后他就会觉得 嗯 嗯 真的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女孩 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女孩 就是对我完全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他就会越来越想就是 越来越想知道你这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想了解你 家人们 那我感觉不同的天蝎男也 预据还饮 预据还饮 对 不太一样 对 我是那种 像我这个天蝎男 我就是那种 就是吃软不吃硬的那种 就是只要别人对我特别好 我就会 我就会很爱他 他对我特别好 我就会很爱他 那我呢 对啊 我就说你对我特别好 我就会很爱他 嗯 很爱你 天蝎男对 天蝎男是对喜欢的人 真的超级主动 如果他不主动就是不喜欢你 家人们认清这一点 没错 这些无语的熊猫 你还会听日语歌 这不是日语歌 他只有第一句是日语歌 已经吃凉了 这个西湖牛肉羹啊 他就是越凉越好吃的 家人们 你们改天一定要自己煮一下 你们去搜一下这个做法 就是自己煮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痒味 而且他是那种酸酸的那种 就是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宝妈 对我们这种宝妈来说 宝妈 对我们这种宝妈来说 就是对孩子的发育 特别的好 家人们 绝了家人们 咋还宝妈呢 对我们这种宝妈来说 就是最开胃了 特别是这种酷热的暑假 预产期是下个月13号 酷热的暑假 就是特别就是这种酸酸甜甜的 就是特别的开胃 就是没有食欲 你就煮一碗 就特别开胃家人们 家人们 预产期是下个月的13号 五丈年后天回来 孩子名字想好了吗 想好了呀 叫喵喵 叫喵喵 和他前两个 叫牧羊 和他前两个哥哥 就是 组合成一个火箭队 不行 下个月13号我没生 怎么办你告诉我 生呀 下个月13号会生 大家说我 大家说我就是 大家说我传达了错误的信息 那有些人 他生孩子的 又比喻起碗 有些人早不一定的 可能我是个哪吒 没准你10号就出来了 没准明天就出来了 那五丈还没回家 他回家一看已经多了个妹妹了 没有 你不是说是儿子吗 多了个儿子或者弟弟妹妹 不知道 太剧 我知道我好久之后 看过一个叫做什么 原来是美男 还是叫什么 那个太剧 还是叫花样美男 我忘记了 那个太剧 他就是讲里边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我觉得还挺搞笑的 太剧 我看那个什么 看的比较多 那种drama剧 看的比较多 有个吹落的树叶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就是我觉得 他真的好狗血呀 那个东西 那个剧 太剧 我就是喜欢看那种 大家懂我的意思 比较drama的那种 我们加成了 家人们 还有30秒 还有30秒 家人们 对水水那个 水水真的好美 家人们 我们30秒 我们浅 加成一下 浅重筹一下 我们让对面 带着那个假睫毛 去连下一位 下一位幸运观众 你这些全是我的 我看了那个了 我看了那个了 我觉得太剧 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 他拍的特别唯美 纯情 要不然就拍的特别的drama 狗血 我觉得就是太剧 他的那个两极分化 挺严重的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泰国人 是有一些才艺在身上的 他就是把那个剧 热门拍的特别的美 热门就拍的特别的 那个狗血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家人们 我觉得就真的是 分化蛮严重的 现在要重仇 现在要重仇 下个月13号 不是谁的生日 下个月13号 是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半年 半年 下个月是半年 然后 就是 我老婆答应我 是他送我的半年的礼物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会有一个孩子出事 家人们 他这几天一直想养一只狗 然后他就各种 每天就是暗示我 就给他弄一只小狗回来 然后我就说 我已经 我已经有了一只 这么大的狗了 宝贝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说的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不是就是 快生了吗 就是 就这个意思 嗯 好的 好的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不知不觉已经半年了 也很谢谢大家 一直就陪着我们吧 只能这样说 没错 嗯 我们还有六秒钟 还有六秒钟 播到几点 我可能今天播到十一点半 再播四十分钟 再播四十分钟 谢谢你们 谢谢夜在之堂 谢谢小星星 谢谢点点滴滴的 为你摘心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我们的 谢谢我们的 吴雨 谢谢点滴 谢谢我小精灵 谢谢Beats 谢谢Coco 谢谢米歇尔 谢谢欺然 谢谢M的小星球 谢谢爹地 谢谢J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带特效吧 还说这么多干嘛 哈哈哈哈 想发布都定好了吗 还在下面 还在下面 现在其实可以不带 等连到下一个的时候 可以带 没 可以 就是这样吧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你的眼皮是什么 嗯 哈哈哈哈 我记得他之前出个特效 他还有假发的 他今天 他这次是把一个 这个睫毛 单独出了一个特效 对吗 他之前好像 对 大了头发 哈哈 那个没有见到 好像 等我去买 等我现在买 黑毛鲜的假发 可以 可以 感觉这个睫毛 是当初 铺灭火焰山的 那个芭蕉扇一样 芭蕉扇 我是芭蕉公主 这样吗 这个真的跟 那个黑毛鲜 挺像的 就是连唇色都一样 我觉得你都不用化妆了 你就直接戴个 那个头发 穿个衣服 就可以了 很期待一下 我还是要 还是要有点 黑毛鲜的精髓的 可以了 下次 下次 等我们快递开了 我就买一个小蓝的变身器 我们就上演 小蓝 你们就上演 黑毛鲜妹吧 你是买那个 那个蓝 那个黄的那个是吧 对 好好好 那咱俩就直接 那个 我就 记得买那个 变身的那个 那个小 我是 古纳拉黑暗之神 可以可以 哪天去杭州 你们俩合体一下好了 好的 好的 对 你就穿着那个小蓝 我穿着小月 咱俩直接那种见面 直接开始 可以 我觉得可以的 我觉得非常的可以 OK 那我今天走了 你记得要带着这个 OK 下一个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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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走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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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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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个 你为什么只要一礼节 PK你就开始 因为你跟别人 说了太多的话 没有跟我说那么多话 我有啊 我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找补一下 我的宝贝 我今天 我的说的 说的言语 非常的压 我像个rapper一样 我问你确定 这可以播吗 嗯 这不可以吗 这不可以播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男生 可不可以啊 这个运营啊 这个抖音啊 如果有就是 有什么 在我的直播间的话 那个审查 我是个男孩子 我们就是普通的在玩闹 我们就是 我不是个女的 我没有使用 我没有使用 不要把我认错了 嗯 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 有时候会被当成女生 就我之前发了视频 有一次被当成短发的女生 然后他跟我说 我擦扁 他把那个视频给我疯了 我真的很无语 残忍 对我们好兄弟 我们好兄弟 我们贴贴怎么了 好兄弟不能贴贴吗 对 兄弟之间的革命友谊 头发有点长了 嗯 我这天本来要去理的 但是我不想着 我今天直播之前 我想拿卷发棒给烫一下 还想算 还是懒 但还是懒 烫一下 我头上下 不会想喝 他已经喝了一大碗了 家人们 你还要喝吗 你喝一碗 你再喝一碗 你喝 他已经喝了一大碗了 家人们 谢谢大家关注 一大碗了 我这是刚刚我煮完 我收拾完 然后我过来浅浊一下 我今晚还没 我今晚还没怎么喝汤呢 我煮了一晚上 不是 这是那个西虎牛肉羹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牛肉 有那个西红柿 有那个鸡蛋 然后加了一点醋 然后这是熬出来的 就西虎牛肉羹嘛 大家没有喝过吗 尝一下 好喝 葱跟香菜 我吃的 但是我葱跟香菜 只会在面条里面放 我觉得把葱跟香菜 那个或者是清汤里面 会放一点小葱花 我觉得就是别的地方放葱跟香菜 我觉得有一点奇怪 这什么 我感觉 香菜真的很好吃 家人们 我也很喜欢吃香菜 就是我吃面的时候 一定要拌香菜 真的很好吃 家人们 我吃那个面条的时候 我一定要拌 我一定要加 我一定会加很多葱花跟香菜 就是说 但是我有的朋友 真的一口都不吃香菜 大家吃火锅的时候 不觉得那个 就比如说吃海底捞 不觉得那香菜汤很好喝吗 芹菜都是芹菜 那是芹菜 但是香菜真的很好吃 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 蘸那个底料 不应该就是加点香菜 有人说小杨真的脸好大 和他对比是大 我觉得这个睡衣还是不错的 亲爱的 就是我冬天的时候 就当时我收到这个睡衣 我觉得有点太薄 太薄了 然后我一直没有穿 然后夏天的时候 我今天把它翻出来穿一下 我觉得还 刚好 就是这个季节穿刚好 所以我今天就穿这个直播了 因为我刚才在做饭嘛 就是说也就是你做饭 我做完饭我就过来了 所以就是穿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蛮日常的感觉 青青我这个星期大别论 爱和被爱哪个更幸福 爱跟被爱哪个更幸福 我觉得都很幸福 但我不知道 应该是只能选一个吧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觉得是爱比较幸福 我觉得是爱别人比较幸福 我觉得这个见一见智吧 我是一个就是取决于你的性格 对取决于你的性格 我是那种 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 我跟他在一起 我为他付出 我就觉得很开心 有人从 有人是觉得能从付出当中 获得一种幸福感 有人是觉得能 从这个被爱当中 觉得自己是被虚 就是对获得一种幸福 那要看你如果被爱 你被被那个爱的那个人 他是不是你喜欢的人 如果你被一个不喜欢的人爱着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负担 我是这么觉得 有时候是一种累赘 不是累赘 不能说累赘 只能说一种负担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应 等值的爱 你不能回应他的期待 所以其实还蛮难过的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种 就是你不喜欢他 他喜欢你 他天天缠着你 纠缠你一样那种 没有 我就是我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就是我虽然觉得 他是个好人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回应他的期待 我是觉得 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我会觉得他很可怜 所以我觉得 还是爱别人幸福一点 被爱只能说很幸运吧 毕竟如果能被一个 能被爱着 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在意 别人的感受的人吧 可能就是如果 那个人很喜欢我 其实我觉得吧 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发一张好人卡了 家人们 我只能说就是 很多辩论 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就是很多的游行 那种辩论赛的辩论 都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就是 根本不是一个 两个可以争论的话题 他就是在练习你的口才 对就是练习口才 但是像这种话题 没有争论的意义 就是应该就是彼此爱 就是没有说什么爱与被爱 两个人的关系 就是一定要互相彼此都爱 是吧 我还好吧 我还好吧 有人说我是不是很多人追 我还好 我就是一般 我跟你说家人们 他不好意思 他本人不好意思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有没有人追他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他上初高中的时候 那可都是班里的那种 男生女生都 非常有保护欲的那种小朋友 他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 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他的室友都叫他宝贝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个 但是我的室友真的对我很好 我们当时有个 我们不是在国内读了一年 他的五个室友都是直男 但是这五个室友 都是直男 都管他叫宝贝 他们叫宝宝 不是叫宝贝 宝宝 就是那种 他还能激起人的保护欲 就是 就是被追 就很容易被人追求 他这种 就是我室友真的对我很好 他们都不让我扫地 就是他们都是 他们就是把宿舍里的家务都包了 然后我就是不用干 然后他们还会帮我站坐 没错 就是他们真的对我好好啊 我都觉得我的室友都很好 就是那个字 对 就是那个字 团丑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吧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家人们 怎么说呢 就是有时候男生吧 看到他 他长得很幼 就是又像男孩 像女孩那种 就是 他比较就是 有时候给人一种感觉 是一种无性别的美 就是很 我一直觉得 世界上最极致的美 就是无性别的美 就是超越 你好夸张啊 超越性别的美 你真的很夸张 是最极致的美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 他就是有点那种感觉 说脸红 那种感觉 所以他男生也喜欢他 那些女生呢 就有些喜欢那种可爱的 当小男朋友的 也喜欢他 你在说什么 对啊 男生女生都喜欢 你好可怕呀 就是如果 女生不知道你是什么 就是喜欢什么样的 那什么的话 他们也会喜欢你 也会追求你 我怎么拒绝女生 我就直接说 我就说不好意思 就是我喜欢 那个什么啊 我就说不好意思 就是谢谢你的喜欢 我会直接的拒绝掉 因为就是如果 我觉得 我真的很不负责任的 就是我就是 我有认识 就回国之后 认识了一些这个啊 就是他明明就是这个 然后他对女生的嗜好 他还照全盘接收 他觉得就是他引以为傲 他又觉得就是被女生追 引以为傲 但是他又不能去回应 但他引以傲 我就很不能理解 我就说 我就说这个社会怎么了 我就说这个社会怎么了 这个去装直男 然后直男去装 这个 我就是觉得真的 不说这个话题 不说了这个话题 宝贝 不说了这个话题 对我就是会直接 就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说谢谢你 我就是可以当朋友 然后我就是基本上 就是跟就是那种 喜欢过我的女生 最后都变成朋友了 而变成那种好朋友的那种 对 我忘记了 就是粉丝 粉丝送了 亲爱的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个世界上去顶级 有谁有谁如果愿意 当那个童这个 谁愿意谁 谁心甘情愿当这个 就是立刻出去 出离开我的直播间 家人们 女孩子一定要爱自己 家人们 就是一定要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 一定会有一个 你非常喜欢 也非常喜欢你的一个男人 就是跟你共度余生啊 就不算共度余生也好 就是一定会遇到 一个这样的人的 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啊 家人们真的不要当这个 真的不要当童这个 真的不要当童这个 真的是 受不了家人们 接受不了家人们 嗯 对 家人们不要问我 追我的男生 还是女生多了 家人们 他还在旁边呢 好吗 他 没有你说呀 哪天他不在 我再说吧 不是 这个话题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好奇 你说 男生多女生多啊 我没有数过 我不知道耶 你觉得男生多女生多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就是 我对我不喜欢 我直接就自觉了 我真的不知道 赞人们 应该是女生吧 应该 我觉得男生多 我们换个话题吧 我们连个人吧 小杨真的是 虫追不舍这个问题 连个十九鱼吧 连一下下波 连一下下波了 哈喽 哈喽晚上好呀 晚上好 晚上好 你们那里好像 应该也天气变热了吧 我看你们开始穿短袖了 对可热了 但是我们这里温度就是 喜福不定就是 对 有时候特别热 有时候又冷 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入下了杭州 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你们知道吗 我们在杭州 现在是在 杭州 杭州 对真的好 那边天笑 三四应该也是热 对好热 而且这几天都是大太阳 然后我就在等那个 开花的时候 我去拍几张照片 我们这边好声音画开了 那个主缘 花开了 对 Fashion 我们对 对 开了 好 那可以最近出去拍拍照了 我一直在等我们这里的花开 我们是三 对 最近很适合出去 我帮你拍一下 对 很好 很期待你 那我们今天怎么玩 再过一个月 我们今天就 嗯 我们带特效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 小模仙的特效 咱们简单一点 我们简单一点 带那个小模仙的特效 我上一把 上一把那个 跟程七他们脸 他们给我介绍这个特效 我等 等一下我们结束了 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告诉你 哪个 不会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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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睫毛特效吧 对 做成那个 哈哈 那个 他还是跟我们往我们成为了 对那个 那个 还是我们 哈哈 万物其缘 哈哈 我发现我们的那个 惩罚都是 惩罚是一个轮回吗 是一个轮回 最后又绕回来了 哈哈哈 对 Itu发现都是我一样的 就不 兜兜转转 就是 兜兜转转 他就往特效了 往特效 对就 等一下特效结尾说吧 就好 可以可以可以 行 那就这个吧 行 好 那我们就这把吗 还是 就是吧 我们就这把吗 嗯 好 那我们就这把吧 行行 那我帮一下 好 那我也帮 这把又是那个交 不是这把 PK直加 大家们 我们这把PK直家城 我们就是众筹一下 众筹一下PK直家城 大家们 大家在评论区一直问我 我给大家潜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就是说 我说实话 在我有生之年的20年里啊 212年这个时间里面啊 就是 有一说一 我说实话 说实话 在我遇到他之前 应该说在我和他在一起之前 从来没有男的追过我 或者表达过我爱意 他真的太直了 从来没有 就是我平时其实 就是从来 甚至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 就是这个这方面的问题 对 他真的一点都不娘了 因为他 那一天我看他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这么说 但我就是说个比喻嘛 就是说他那天跟他的时候打电话 就一直哥们哥们那种叫着 我就想天哪 就真的好直啊 就真的很直 现实中 如果我不知道他这个之前 如果他之前没有追我之前 他绝对不会觉得他是那个 对 就是女生的话是有 但是我以前就是那种 两耳波恩创业式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就是吹 其实我真的是 就是我真的是 就是两耳波恩创业式那种人 我上高中那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手机嘛 没有智能机 有个小灵通 有个小破老年机 穿了他现在的姿势 有个小破老年机 然后 我就是大家高中有时候 我们家成了 我们众筹一下 家人们 然后大家就是 有女生 比如说有女生追我的时候 所以早上保时捷 所以不好意思 我也是 我也是比较不好意思 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回应 那个女生对我的期待吧 不能回应他的喜欢 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都是 都是很好的女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 我会直接的跟他说 我说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可能 就是有人 比如说假如说有人追我 他们上了 他们好有挑战 他们追吧老公 咱们刚才三连上了 但是这次 这次我觉得有点悬 有点悬 他们直接上了 他们应该是上了 三个等人一号 我们有点悬 谢谢心心相应 谢谢大家小星星啊 我们还有42秒 我们42秒 我们大家重视一下 小杨可能一直都 比较喜欢那个吧 只是他 他一直没有遇到 喜欢的人 我觉得 对 其实我一直都 大学吧 如果说确切知道的话 应该是大学 知道自己 是有这方面的 感觉的 但是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 一个喜欢的人 除了他之外 所以就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还有18秒 加上了 还有18秒 就也是 没什么 没什么故事发生 嗯 谢谢做自己的 为你摘星 还有6秒钟 加上了 我们输了 输了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 早早 谢谢电梯 谢谢Coco 谢谢我的小精灵 谢谢 你也要带这个特效 做自己 谢谢 毕子 西成 谢谢烟 谢谢 无语 谢谢 来来来来 子 没关系 谢谢大家 开一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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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是说一个特效 对 好好 嗯 我看一下 我先问一下你们这PK整股第一排第一个是一个猪猪吗 我看一下 PK整股第一排第一个是个猪对 那我们是一样的 那我们是一样的 因为好像有些版本不一样 好那我们应该是一个版本的 那我就找一下 那个特效在哪里 123456789101112 第十三排第三个 整股 胖子对吧 两团的这个对吧 对你怎么知道 我翻到了 好多眉毛 这个有点 好魔性这个 这个真的很魔性啊就是 这很魔性的 可以 你们就钱带一下就好了 就是对 只要都可以可以好的好的 好的 只要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了 那我们就带这个走了 那我们带这个走了 那我们带这个走了 好 感觉你们像果冻 哈哈哈 感觉好Q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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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拜拜 下次见 好的 完了家人们 这回就不真大脸妹了吗 他这个还蛮智能的 他会把我的鼻子往上抬一下 哈哈哈 我们几乎天天见 也没有吧 有时候我播的时候他没播 有时候他播的时候我没播 绝了这个特效 看着腮帮子疼 有人说看着腮帮子疼 我觉得你带这个特效很像野笔大熊 你发现了没有 我连播七天了 我连播七天了 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每天我全部还摘掉 嗯 不可以录品在门 我要趁你们录品之前把这个特效摘掉 在门录品之前把这个特效摘掉 因为我前几天就是每天只播可能半个小时 有时候就是 因为有时候我在外面嘛 然后有时候是我播太晚了 所以我播的就是很不熟识 所以我就是播的每天播的比较少 然后我想着我就是每天都播一下 主要那个时候吧 就是那个时候天很冷 有时候人天一冷人就比较有惰性的 就是有时候不太想是吧 嗯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太冷了 我们也不出门 然后所以就是 没太有那么多动力 也是就在家里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最近天气比较热就是草长阴飞 有消耗不完的经历了 就是感觉就是那个力量 就是那个力气都变大了 春天来了一个经历都变大了 就是分泌的变多了 啊这是能说的吗 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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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把你这个表的 把你这个动作录下来 抠脚抠脚 啊不是 所以说话老师最近打量太速了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你停课了 好多好多地方都停课了最近 就最近还是大家注意一下 在家呆着也不要乱跑了 我们在家里躺着吧 跟我一起 宝贝你这个我请问你这个胳膊放在 放在哪个位置 你放在了小小羊前面 我在感受他 我在感受他的温度 你放在了小小羊前面 我在感受他的温度我宅吗 刚才说什么呢在这 我记得他之前有什么话题 我忘记了 忘记 说明是不重要的话题 这个睡衣其实我看着还挺好看的 我这个睡衣我当时冬天到的时候 我就试穿了一下 我当时觉得好冷 然后我都没有穿 然后我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感觉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公众号听到了没有 好的 他说他最近不出公众号 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 我们说我最近每天睡懒觉 然后都睡到下午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前几天也出门了 你为什么不能写一篇公众号呢 泰勒说他要两次他要连出两三天门 他有那个能写出一篇公众号 我就说那你可能就是不爱我 因为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老婆你不能曲折我的意思 你怎么能诬陷我 没有 我现在需要法律援助 咱就是说一人者不能自疑 我的Vlog已经预告20天了 对 咱就是说一人者不能自疑 虽然我是学法律的 但是我现在需要我的Vlog差不多了 家人们 应该是应该是这个月应该可以上线 我真的 我们最近是在外面 就是一直每天就是起来 就去外面玩了 就是我们去过我们的小日子 我自己不就是 然后我们就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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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什么只有那个产出 叫什么只有收入没有产出 就是说我们最近只有拍的就是拍了好多东西 还没有产出拍了很多素材 然后一个都没有剪 嗯 就是这慢慢剪啊对 大家一点时间对 把我想起来了 大家总问我怎么追到他 弄给他开个小班吧 好不好 今天 杨老师上课了 怎么追的呢 我觉得 四缠烂打 对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说的好听一点的就是我觉得 你如果 欺而不舍 不保证听我说嘛 如果你想追一个人吧 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上来就表明你的心意 这样只会让别人对方觉得你是个很轻率 很着急很沉不住气的一个人 我和他你大家想一想我和他都认识多少年了才在一起 咱就是说你要经过一个其实我是觉得经过一个岁月的沉淀吗 你是想说 其实我是觉得人都是有一种自卑的 夜女怕蝉狼 人都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 嗯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 你可能真的会有点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当初我就是这种的这种想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急于去追他了 你就要和他培养朋友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每当想追一个人的时候 你到最一开始就不应该抱着去跟他做情侣的那种心思去跟相处你俩的关系 你应该是抱着一种和他做一个最好的朋友的这么一种心思去跟他谈恋 就是跟他谈感情 跟他聊 跟他互相理解 了解对方的灵魂 对方的思想 对方的喜好 就是要一定不能急不能说上来就胡伦吞早 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是说虽然我一直就是 我就沉住气了 我就持续不断的向他输出我的爱意 咱就说最后这不就是说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烈女怕蝉狼 最后促成了哥们家人们那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了一个分寸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我挺同意他说的那句话的 因为我也不喜欢就是太就是我不是很相信那种你可能就是 嗯见第一次你就会非常非常喜欢 当然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就一见钟情我是觉得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觉得那种太过猛烈的爱最后可能也会结束的比较仓促吧 所以我现在是我之前是一个很相信一见钟情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我觉得既然你们第一眼见面的时候 你都没有喜欢上他 你之后怎么会喜欢上他呢 第一次都没有喜欢上你之后怎么会喜欢上呢 之后可能就是因为实在没有选项了 所以你只能选择他了是一种无奈 但是小杨就是因为我跟他之前认识了好几年了嘛 认识四五年了之前一直没有见到 反正在也就是偶尔会聊聊天在微信上面 然后所以当时我也就是就完全没有产生过 会跟这个人就在一起的这种想法 但是你我是不是就是对我也是有一点好感 对但是确实但是也也确实就是跟他见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开始喜欢上了 就是嗯就这样如果说呃没有好感的话 我俩最后也就会出上歌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这种又有朋友之间的那种熟悉感 又要有那种第一次见面的新鲜感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你们两个人能在一起很久的一个关键吧 我觉得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遇到喜欢的人 首先不要太去着急的去表达自己的喜欢 真的是需要也不是说先当朋友 就是要把握好分寸就是其实你以一个跟他交往 就跟他就是去了解你也不是说要要本着一种跟他做朋友的心态 就跟他交往 而是说你本着最一开始 你要本人一个想要深入了解他 想要了解这个人全方位的去欣赏这个人的那种心态去 而不是说呃第一第一刻第一时间 对第一时间就是想着去跟他说是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最后什么结婚生子 就是说这样就是有时候心急吃不了热头腹 他怎么表白谢谢做自己的你就你就安好他成天啊 他怎么表白的我们就是在在一起见面之后 其实因为就是发现他确实也是等了我很长时间啊 反正我们是很快就在一起了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五年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一起就见面之后就是觉得都很合适 然后反正就在一起了 也确实他没有让我看走眼 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 嗯 就现在感觉已经离不开他了吧 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想到 想像我跟别人在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了 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嗯 是这样的 他送花他是天天都会送我花 刚在一起的时候天天都会送我花 后来我还不要送了 我说你等家里的这树枯萎了 你再送一树新的就好了 不然会很浪费 嗯 公主号是卢比肯和啊 嗯 表白之后干嘛了 表白之后你说干嘛了 你告诉我都在一起了 那还不就是做那种事情吗 家人们 你在这里就是钓鱼指法呢 是不是这位家人 都表白了在一起了 当然就是整个一个天雷地火呀 整个就是一个 真的很无语 家人们非常的无语 好菜不怕玩确实家人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你想 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方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大学去重庆读书 然后我们俩偶然间就是在就是互联网上认识的嘛 但是不受大家理解那些软件什么的 嗯 就是很偶然很偶然 这些东西的都说说不了 一说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就是 他在东北 我在南方 我当时不在南方 我当时在英国家人们 当时更远 比你们想的距离更远 我当时在英国了已经 对对对 你想一个离开家不刚刚上大学一个离开家不久的纯情小男孩和一个刚刚异国他乡的一个孤独少年两个人就很容易去就是就是说就是去沉浸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面在网上很容易就像英国真的很孤独在网络上很容易就相遇了 咱就是说 你每次说话你可不可以不加这个动作 你这个动作让我感觉非常的危险 家人们 想要莫非没经验他确实他我们 我还真没经验这个是不能说的吗 这个可以说吗 他指什么经验 你们你说的经验是指那个经验吗 他确实没经验他第一次紧张的不行他第一次 我承认了家人们我承认了第一次没成功家人们对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没有很成功谁紧张不知道第一次他就是整个一个就是一开始很很嚣张他第一次就是你听我说吗第一次是不是我在想怎么一开始很张狂就是很张扬就是很就是说我指的不是我的性格是身体身体啊我的身体他很紧张我记得我当时我我就是我的耳朵贴到他的胸口上然后他当时心跳特别特别的快就特别能感受他特别特别的 紧张一开始身体是很张扬的很张扬的然后呃那个就是就是大就是大家想那个张扬哈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到临了的时候就是会就突然就是说就是说不太就是那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太紧张就是一个很爱的人你怕自己表现的不好就是就是很就是给自己压力有点大但是当天晚上就是熟悉了一些见面熟悉了一些就是我们互相抱着就是睡觉之后就是在一起就抱着睡觉之后第二天 一天早上就是超长发挥他就是说确实他就是第一天就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反正第二天就超长发挥就是通宵了就是哎好了不说了家人们真的是每次就是都搞得我了很很很红我的脸 不能说了家人们这个话题从现在开始就是说当我从来没说过 你可以写一篇五千字的落文你发到你的那个公主号上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感觉和你喜欢的人吧第一次都难免的如果说你第一次就非常的什么的话非常熟练的话只能证明两个就是你经常去干这些事你非常熟练第二个就是你对人的感情就是抱着一种纯纯的战友纯纯的肉上的那种感情去的就是不是灵魂是肉 如果你真的动情了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出问题这样的就是很容易说第一天就是表现不好 你好害怕呀我连个人我缓解一下连个李佳华啊不知道会不会连他这个点播感觉有点奇怪他一般没有这么这个点播过 他应该是不会接我觉得嗯他不会接他这个点一般他自己上播他应该是在做饭嗯嗯不是他就是真的在炒饭他之前有一次他不是在煮牛肉汤吗啊这点做饭吗一销呗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他一般都是在忙这个点感觉应该不会连嗯嗯嗯他们在四人连麦嗯他们在四人PK对 今晚又要通宵了他们刚连完周密军啊他被审啊 呸我怕下个被审就是我家我怕下个就轮到我了 小杨对饭格外敏感我怕我怕下个就轮到我了我怕下个就轮到我了我现在对饭格外敏感你一手做饭我就 拔鱼没播拔鱼没播拔鱼没播 拔鱼没播我等下就下了本来说今天播到本来说我今天播到半的然后就是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聊心嘛 嗯跟大家谈心我们在哎我们今天开始播的我们是今天10点10分你去播的好像那个时候我在做饭时间上过得好快 可能因为今天我穿了睡衣吧就比较放松 我明天还穿睡衣不就感觉为什么他这个睡衣的叉睡衣有他不好的地方就是睡衣的叉的比较往下因为他不需要你封的太死了他也不出去穿睡衣 对我就觉得挺舒服的比较穿 不行我就是我就是要这样 家人们我现在我以后就通过歪嘴来表达我的心思你是歪嘴战神吗你今天大家以后我只要我主要是我我就通过歪嘴来表达我的心思 我本来今天我上播前我说哎我把这个扣子解开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没有用他里面还有一层嗯 你看那你为什么现在要示范的请请你把它扣上好不好 有打底因为这个衣服有点透我害怕我害怕就是这个被怎么了这个里面的那个就是一个背心就是穿着很舒服嗯 我以后也不用给大家那两条鱼换水了把这两条鱼这这一左一右各养一条 你以后每天洗澡给他们换水 我感觉就是 我感觉就像这样播就挺好的就是很轻松 下次还这样播吧我煮个汤过来刚好我把这个汤喝完了我也就该下播了家人们 晚安我也准备下了你们要睡就先睡吧是不是有些家人明天还要上课 明天啊我不出意料的话我都是10点播主配我哪天就是我哪天效率特别高我可能9点就播了 晚安 晚安 嗯 明天早上 我们就是明天再见家们 再播三分钟再播三分钟我下了算了我现在就下了 我们明天见明天见明天10点播对我连着播几天了家人们虽然我每天播的短但我感觉我就是 还是比较尽业的比较努力的吧我觉得每天说给大家播就播 晚安 下了 户里面 games 娟